排满了车辆 那么这边是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 现在看也是非常的拥堵 下面两部图像反映的是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这种通行的情况 应该说车辆也是比平时要多很多 刚才交通运输部路往中心的 给整个出行带来的巨大的变化 当然下一步上海高速公路的道口 有很多的司机朋友 包括还有路往中心的监测人 今天的这个出行的早高峰已经是结束了 大量的车流量其实已经迎来了第一波 12点将要回时候也重点观察过了 可以发现现在拥了 它深入到了各个郊区 这样离牧区更近了 再通过呢进行短泊巴士的这样的一个接驳 把很多也跟叫路往中心的工作人员 进行离工通 他们发现呢说是今年在不少通往 牧区的主要拥堵的节点 过去是特别堵的一个节点 今年完全就消失了 没有了 为什么呢 我们也是找到了答案 今年的上海 由于5年的12月30号 在广东省境内呢 开通了另外一条 去往越东的高速公路 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行车缓慢 甚至一度停滞了这样一个状况 对我来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